大家好我是Pi-Bi 好的大家好我是Pi-Bi 好的大家好 各位來吧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星骰 沒錯這個是星骰第一次改版之後 我們直接就給他滿版來看一下這個世界的星骰到底能不能用 好啦簡單的說滿版星骰還是一樣不能用 但是能用的話我覺得可以再更高那麼一些些而已 但是我覺得那個程度可能沒有到很遠很遠 好啦只會講個結論啦我們今天用這個隊伍呢 我們是從原本的正常的話滿版星骰 那時候打過最高好像是80回喔 聽說有機會要更高啦但是反正大概單個回合數就極限了 而現在呢這個玩法竟然給他到了第101回合 而且我們還可以再給他往上競爭上去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可以免費的洗星骰的基本流量 那要怎麼洗呢其實這個隊伍根本沒必要用到祝福圖嘛對不對 我根本就直接用沙圖就好了 然後呢怪物在中間的時候呢我就繼續的去累積我的星星掉出來 然後對面呢再用他的轉移再來拖我們的星骰 所以其實星骰的話是不是又有一堆隊伍可以重新的開始再玩一次了呢 好啦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是來給他看一下目前的星骰到底有多強 我個人覺得這次的星骰呢確實是有讓星骰改版的啦 但是呢我覺得他換來的是一個麻煩的程度 我覺得那個手動...對這應該算是第一顆手動...欸沒有 充電算的 可是充電的話就是你只要切換就好了 這個是你肩不按他的攻擊力就相當於是沒有 所以他應該算是真正的第一顆你要有攻擊有動作他才會攻擊的骰子 對這樣講應該是沒有錯啦我覺得切換那個可能也進了 可是我覺得再更殘忍一點就是這個 他用的切換...用那個...我用點按去攻擊的方式去換取他的更大的攻擊力 那這樣到底香嗎?其實我覺得可能還好 對因為這個遊戲玩到這個地步而已還要這樣子做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不適合 啊對啊你要說交換的話也算啦交換切槍嘛對不對 但是啦現在這個遊戲很像慢慢的要把這些東西給改出來了 看看最近的星骰就知道暴風嘛對不對然後槍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星骰嘛對不對 你永遠都要有動作...欸對啦暴風也是啦 那這是第二顆 你永遠都必須要有動作他才可以有傷害 而且那個傷害還非常非常的痛 好啦這個時候可以看到我們可以讓那個轉...跑的快給他走...欸不是 轉移怪給他走進去然後中間我們會繼續丟我們的怪物 那這邊丟的時候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等兩個怪物都走到中間的時候再丟就好了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不小心按下去怪物就已經丟到我的方向會有點危險 那我們這邊到第61回合就給他到了滿期 好啦那我們這邊簡單的看一下我們在小兵關的時候怎麼打呗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我們也已經可以丟了 如果這個時候數字累積到5的話我就會提早去丟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我就會在34的左右等怪物走到中間我們再丟會比較好 那這個時候其實可以看到他掉下來的速度呢還是一樣的慢 所以呢欸他終究會有一個上限就是如果我今天我的傷害打不掉那個小兵的話 我就會直接被走進去了頂多兩次 而且如果是跑得快的話可能只有一次的機會 那我們這邊在下流星的時候呢還有一點點的訣竅就是 但是有機會第一隻王連續打兩發 只要你在...假設等一下是65回合吧對不對 我在65回合開啟的到最大的那個瞬間 瞬間按下流星下去的話呢 第一隻王出來的瞬間我們繼續再按我們的流星 就有機會一隻王連續打到兩發 那這樣子有比較好嗎?其實也沒有差啦 對因為他的傷害就在那裡而已 這個技巧很像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 對有一點可惜啦 那不知道未來如果配上暴擊配上... 配上軍獵的話他的基礎傷害會不會再給他往上增加 那這個時候呢基本上 我們的每一隻王都可以吃到一顆星星 那你要一隻王一口氣吃兩顆星星也都沒問題 我覺得那個速率是OK的 不過再怎麼樣 我跟你講只要沒有辦法一波帶走 或是他沒有辦法同時間吃到兩顆兩個星星的話呢 基本上沒有用啦 不然就是要三發星星啦 所以說如果這個星骰要再過撐一點點的話 他的星骰降落時間我覺得再短個一秒鐘 應該就可以用了 對應該就可以用了 好啦那我們的做法就是不斷的去丟我們的星星 那這邊要知道啦 就是不要讓我們的星星的層數跌到五層 因為跌到五層之後他就不會再累積這樣就會很虧 只要我們這邊每升一等 就可以基礎傷害加1000傷 那我們現在是293等 那就是294等 那我們的傷害呢就是來到294 而且呢這還不包含我們的等比傷害 因為我們現在滿版七星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滿版七星的話 總共場上應該會有21x2 總共有42顆星星 每一顆星星有機會打掉當前血量的14% 雖然說他沒有辦法全部集中在同一隻 但是呢那個傷害是非常非常可觀 如果今天15等的話呢就是15%了 那這個情況我覺得多那麼一點點有差吧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還好 對就是好玩而已啦 對終究是好玩而已 那如果今天星教還可以玩呢 對星教還可以玩 而且星教會比以前更大力 但是呢換過來就是比以前更麻煩 以前我只要換好位置 星星就會自動降落了 而且他在等王出來的時候再降落 現在呢我可以手動降落了 沒錯但是我要換好位置之後 再去按一下手動降落 等於是我明明只要按交換就好了 我還要再手動一次 那你覺得這樣子方便嗎 我個人是覺得有一點麻煩啦 好啦現在到第68回了69回 我們這邊再看一下一隻王 這邊的王呢還可以秒掉可以看到 我們的星星呢第二王還有機會連續砸到兩發 反正呢你有一隻王可以有機會砸到兩發 我找不到那個時間點 兩隻王連續砸到兩發的那個瞬間 因為如果你要兩隻王連續砸到兩發呢 通常第一隻王絕對已經會放進來了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再丟一個雪球的話呢 或許就會好一點點了 可是這樣的話我們的基礎傷害就減少 剪頭的部分就更危險了 那還可以嗎 好啦沒關係這種東西都是之後的事情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狀況 好我們稍微跳到我覺得 我認為我之前打過的星骰最高的極限就是80回合 那我們來看一下81回合的王這個時候 有了其實我們還是打不掉 要不是他的顯示有問題就是 星骰真的這麼長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滅亡了 我們到這個回合數左右 基本上都是靠著運氣在打王 雖然說我們的基礎傷害有變高 我們的當下體力等比傷害也有變高 但是很像就僅止於此 那這一次的手動改版 我不如覺得你把這個手動的能力拿去壓縮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星骰的這個重置我個人覺得是 既麻煩又沒有強化太多 數值上面是有強化啦 但是實際作用呢 很像沒有到很高 他的強化幅度沒有到很高 可以看到我們的星骰基本上打在同一陣子上 但是為什麼沒有把他打死還要打第二隻 結果第二隻我們的瘋王反而還打得死 這個狀況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詭異 那這個王已經小兵也有機會一隻沒有打死了 那基本上就只要在等跑得快打不死的那個瞬間 基本上就已經是涼涼的了 那對面的話如果今天換土的話 應該還可以撐得住那個跑得快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邊的狀況是永遠扛不住的 永遠扛不住 除非對面要再來一個導轉殺 可是如果對面要導轉殺的話 對面的王都會被搞掉 所以也沒有辦法這樣子玩 對那要怎麼做呢 感覺就是只能靠我們這邊活下去了 可是又要丟個交換 又要多個暴擊 又要多個軍獵 又要再多個雪球 或許才是星骰的最終歸術吧 好啦現在到第85回合了 我們這邊再看一隻我們再到後面去 然後這邊運氣好又把他爆掉 這邊運氣也很好 兩發直接打兩隻王 對啊這個就是我說的 一隻王可以吃掉全部的星星 可是我剛剛也吃掉啊 可是就可能是沒有辦法吃到 反正就很詭異就對了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最後怎麼倒的唄 好再看倒下之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91回合 沒錯我們的星星掉下去 結果沒有把王給注意掉 兩隻王都沒有 這等於是兩次的運氣都不是很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被猴了一次 不過還好啦是獅子對面的錢呢 也都還在 對面的人也都還在 只要再幫我們補滿就好了 這個時候還是要給他補滿比較好 因為畢竟6星只能丟12顆 7星的話呢可以丟到14顆 這個狀況還是非常非常的優勢的 好啦92回合 那就算今天被猴了啦 打小兵還是一樣啦 只要不是跑得快 只要我有辦法把小兵給秒掉 都還有那個機會打到下一關 只要不是轉王 可是這...啊對啦 今天手動的話呢 就比較不擔心 就是我今天被轉的話會怎麼樣 可是呢他終究還是會變換位置嘛對不對 雖然說我不需要花錢去 我還去升級他再去變換位置 這邊是免費的沒有錯很爽 但是...對啊應該說他針對 被搞的抗性變高了那麼一些些 對被搞的那麼一些些 但是很像也還好 那我們這邊等這隻王進去 順便補充一下我的星星能量 好啦93回合 那我們這邊再給他看一下 我們這個王 欸又沒有辦法處理掉了 447 結果後面的魔術師又可以處理掉了 好啦這真的是運氣問題 就看那個大顆的星星有沒有達到夠多 夠多之後呢再靠著流星基本傷害 去減投就可以了 那其實光靠這個再加上 地雷應該就可以把所有的小兵都給他處理掉吧 應該就是一個無敵的隊伍 那個無限隊了吧 好啦93回合 那我們這邊直接給他跳到我們爆掉的地方去飛 好啦最後呢我們直接到第99回合 欸沒錯就只到這個地方而已 其實回合是沒有到太高的 然後這邊被轉王給搞了 NO...欸不是被 重力王給搞了 這麼一波 但是沒有差啦 反正我的星閃只有一顆六星而已 那我們繼續降落我們的星星就好了 那這邊還會倒嗎 其實還可以再ㄍㄧㄧㄥ一下下 對這邊的狀況還OK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知道 我們竟然會那樣子爆掉 我還以為... 欸沒有以為啦 就是已經在預料中的事情啦 好現在是第100回合 小兵的血量呢 來到了1100萬 等於是1100萬 那我們直接給他砸下去還可以啦 如果...我們基本上還是在賭流星的爆率嘛 我們現在等級呢是來到473等 473等是473萬 欸47萬 啊我們算500等好了 這樣是50萬 來不解來不解 50萬的...平...加倍是多少 50萬的25倍 好啦算了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101回合我們這邊的王沒有問題 二王雖然被放進了 但是我們還可以再搞一下 想說這個時候應該不會是問題對不對 但是小兵來的血量有來到72任 尤其是那個跑得快 哇... 不要說跑得快了 對 就差那麼一點點 那個跑得快的血量跟王的血量是一樣的 原來他沒有比較少 如果他有比較少 或許他有那麼一點點機會 好啦死的有一點悲傷啦 不過呢也...不免俗的就是... 啊反正就這個回合術了 那這顆骰子我也要抽他嘛 我現在還是有點懶得抽啦 除非下面有觀眾留言說什麼隊伍很神 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不然的話呢我應該是不會抽這個骰子才對 OK好啦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不管你有什麼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可以的話呢 能不能給這支影片一個讚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拜拜 5 1 4 3 4 1 5 1 0